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關放生中興的傳聞很多 如何罰他 如何派人進去看他的營運 今天有正式宣佈 美國商務部長羅斯 接受美國傳媒CNBC訪問時 說得很清楚安排如何 他說與中興達成協議 中興要給10億美元罰款 然後還有4億的暫緩罰款 另一個是讓美方人員進入中興 10年 30天內就要更換管理層 如果全部要符合 美國就會解禁 這4億美元的罰款用來做什麼呢 就是傳入美方指定的託管賬戶 如果一旦他發現有任何違規 都可以立即充公他的錢 還有美國合規的人員 所謂Compliances的人員的薪酬 要由中興付出 就是說我派人進去 10年你不能解僱他 錢是由你付的 要對新成立的董事局負責 形容這是美國商務部 有史以來最嚴厲的和解 最嚴厲的和解 羅斯就這樣說 他說我們認為制裁事件 是讓這間收入達到170億美元的公司 跪低 跪低 讓他們算是停了營運 發了一個強烈的震懾訊號 他說不單止對中興本身 亦對其他潛在的不良企業 都有同樣震懾的作用 羅斯說美國仍然保留再次關停中興的權力 如果中興再有違反禁令的話 美國商務部將執行為期10年的制裁 俄羅斯對CNBC說解禁中興和近期 中美關稅初商是沒有關聯的 路透社早前報導解禁中興是中方願意展開下一步談判的條件之一 《華爾街日報》引述支持人士說 中興已經解除了一批高管的職務和投銜 發出譴責信並尋求追回35人的獎金 但大家都知道美國是一個民主多黨的國家 大家也知道 俄羅斯的這個方案 引起包括不單止民主黨 共和黨人也有部份人不滿 認為特朗普喊得很大聲 好像象頭獅子 但埋位時就像羔羊一樣 當然也是一些政治的語言 他們說不滿意商務部解禁措施 或者解禁方案 但他們承認可以做的事根本不多 大家也知道這是行政部門的權力 跟立法機關是無關的 不過他們也會因著立法機關的回應 他們會作出調整 究竟這件事是否像外界說的 是放生中興 是否像美國國會議員說的 好像拋敲得像頭獅子 但真正的表現是純如羔羊呢 我覺得問題關鍵的地方 就是在派人員進去 所謂合規人員進去 十年成立一個合規部門 我一直認為這是最關鍵的 跟一直傳出來的方案是符合的 這也是我認為最重要的新動作 為何這麼說呢 罰錢 中國大把錢 這間公司一年收入到170億美元 而且甚至跨國企業這麼大規模 所以他賺錢能力很高 所以罰他十億美元加上十四億美元 還以前給的那些 其實對他來說是九合一模 現在重點就是派人進去 進駐你的公司 重點在這裡 你可以這麼說的 你說罰高管 解僱人 改組董事局 追回他的獎金 這些全都是門門的東西 但他為何會接受你派人進去 是美國人 是美國政府派進去 要求你所謂合規 合規的意思是什麼 合規的意思 不是叫你遵守中國的法律 遵守中國的法律是很容易的 因為法律可以隨時變 要你遵守美國的法律 為何要你遵守美國的法律 因為我賣東西給你 那些零部件 那個去向是怎樣的呢 我賣了給你不是斷了 你不是買一部iPhone回來 買一部Samsung回來 可以隨便賣給誰 拿去賣二手都可以賣到 不是的 不是這樣 你和德國美國公司 買我的零部件 你的零部件用來怎樣用 去向是怎樣的 賣給誰 全部要符合美國的法律規定 以前也要符合 你不符合就會受到懲罰 受到制裁 但是今天 我為了確保你符合 我一定要你 符合以外 我會找人看著你 我找人看著你 不是這樣進去 有空來巡查 我又要有人在裡面 長住你這個公司 去翻查你的所有生產線 所有出入口的記錄 你的單 無論你的商業機密也好 甚至去到軍事機密也好 你生產什麼 我都要知道 這個問題才是關鍵 這個問題才是核心 簡單地說 這間中興 有人說跟官方關係 是非常密切的 甚至是國企 不是一間民企 這間國企 是容許你美國的官方人員 進去指手畫腳 說三道四 在要害的部門上發揮他的影響力 甚至決定 這不是喪權欲國是什麼 這肯定是徹頭涉美的喪權欲國 但是為什麼喪權欲國也要做 也要答應 也要答應 是不是 為什麼 原因很簡單 因為實在太重要 什麼重要 不是這間公司的生死重要 這間公司的生死 即是老共理得你 是不是 因為政治鬥爭的需要 你死不就死 重要的就是 這間公司 這間高科技的公司 對於中國的發展 是非常重要 他不得不 要煙下這口氣 要吞下苦果 也要答應美國人 這些他認為是不合理的要求 他不可以 令這間公司死 中間有什麼 這間公司 是對於中國整個高科技的發展 重要性在哪裡 對全世界 不只是手機 是為其他國家 做很多通訊的 基建工作 是不是 這些通訊的基建工作 沒有了美國人的零部件 他根本就是 完全是 進入一個休克或者立時的死亡狀態 所以他不得不 連這些不合理的不平等條約 喪權辱國的安排都要接受 就是為了他繼續在所謂一帶一路等等的問題上 去稱霸 這個世界上的通訊市場 是不是這樣 所以他不得不要答應喪權辱國的條約 你說美國人知道嗎 美國派人進去 要合規 我相信 會越來越嚴厲的要求 有很多事情他不能夠做 簡單地說 有機會 美國人派進去 這間公司 是生不如死的 他未必能夠發揮他以前的作用 是會大打折扣的 不過中國也沒有辦法 都要答應 因為他沒有選擇 第二件 大家要注意羅斯 說法就是 暫時 未發現有其他通訊公司 有類似違規的情況 不過 如果有 他一定會作出嚴厲的處分 換句說話來說 可一 是可在的 我派得人進來你 中興 我亦可以派人進來華為 可以派人進來其他 阿里巴巴等等的公司 如果 你的零部件 靠我 賣東西給你 你就要符合我的法律規定 此例一開 對於中國政府來說 真是後患無窮 所以他那些民族主義民粹主義 吹到這麼大 他自己幾乎世界第一 你看到他最脆弱的地方就是這部分 美國人要你做些什麼 他真的可以為所欲為 叫你走你就要走 叫你站就要站 這個很重要 還有一點就是 羅斯說得很清楚 他說他不排除 如果一旦發現你再違規的話 是會再關閉 會停售 而且繼續會罰款 那個停售的期間 停售零部件給你 不是七年 是會十年 或者是以上 這個這麼辣的措施 對於中興來講 對於中國政府來講 都要被迫接受 可見 在這個所謂芯片的問題上 特朗普 真的援著中國的要害 他痛得很交關 但沒辦法不答應 就是這個原因 稍後回來 我講講中國的反應 很有趣的 中國官方的反應對這件事 似乎 他反應得 沒辦法不接受 而且 亦 講到教訓在哪裡 我們再講 深入口快已經跨過一千集 一千集一點都不容易 大家都知道 在香港今天 正經的環境 越來越惡劣 政治打壓 媒體歸邊 大話連篇 說真話的人越來越少 那些向主子 淺味刷鞋的人 真是可以這麼說 遍地開花 我們這種不惜時務的聲音 只佔少數 而且淹沒一片 歌功仲德的汪洋大海 不知道什麼時候 突然就像我在主流媒體的風險節目 就這樣 砰一聲 會被禁聲 深入口快 有機會 是會 人間蒸發 消失在地球 我抱著這樣的心態 做得一集得一集 你們呢 聽得一集得一集 雖然好像很消極 但是 如果要繼續堅持下去 都需要很大的勇氣 我在這裡對 看深入口快這個頻道的觀眾 以及實質支持我的觀眾 志熱衷心的感謝 只要你們繼續看 我就會繼續做 只要你們 給我多點鼓勵 我就可以繼續堅持下去 繼續為大家發聲 你們可以訂閱這個頻道 你看到Youtube的時候 你看到以下 這邊手 底下會有一個 你可以按進去就可以訂閱 如果我有新片上傳 就可以通知你們 除此之外 你們也可以用 月訂的計劃 用網絡版 用網址 要看到 有PayPal 標誌 你可以有月訂 每個月 對我作出實質的支持 又或者一次過的支持 就根據這個 網址去做 也可以做到一次過的支持 如果你說我沒有PayPal 你可以寄劃線支票給我 就用這個名字 以及寄去這個地址 我就會收到 如果你說 我也覺得很麻煩 不如 入你的銀行戶口 可以嗎 沒問題的 你有Facebook 加了我 然後PM我 我就會把我的銀行戶口號碼 告訴你 在這裡 衷心感激大家 對深藉口快的支持 深藉口快 跨過1000集